欢迎大家收看天下文章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乌克兰邀请习近平参加瑞士举行的全球和平峰会 刘继鹏说中了 被禁言后登新浪财经十大经济学家榜 中国要求伊朗约束胡塞武装的行为 小粉红四处声势疑惑全球中国人 请大家收看 贝多芬 六首钢琴小品 德国之声 据记载 1822年夏天 路德维希 贝多芬的经济状况极其困难 除了欠出版商几笔就债外 其健康状况也不佳 需要支付大笔医疗费用 路德维希 贝多芬于是向弟弟约翰求助 约翰虽提供了帮助 但要求获得路德维希 贝多芬几部作品的所有权 路德维希没有同意 而是将这些作品赖给了别的出版商 后来 为了补偿约翰损失的费用 他于1824年春天写了一套新的六首小品 Sex Bag Talents Up 126给约翰 六首钢琴小品 Sex Bag Talents Up 126 是贝多芬一生钢琴小品创作的精华 六首钢琴曲浑然一体 其中第四首必小调几版为斜血风格 强健有力 被视为这六首小品中最为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首 请听华人青年钢琴家严禁格演奏的贝多芬六首钢琴小品 欢迎订阅德国之声古典音乐风播客 收听更多出色的古典音乐演出 刘继鹏说重吗 被禁言后登新浪财经十大经济学家榜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据网易财经官方微博消息 去年11月底 时任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的刘继鹏 在参加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说 一股独大不利于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应该把大股东可持股比例的上限压到30% 他还说 现在不是炒股的好时候 如果我们资本市场的制度做了调整和改变 比如解决了一股独大的问题 解决了交易所的公司制改组问题 注册制也落实到位 甚至停止量化交易和融券卖空 再让不太熟悉财经知识的朋友入市不迟 据核讯网报道 去年12月2日 刘继鹏在财经中国2023年会上 发表主题演讲 资本市场的功能转型时 再次指出一股独大的危害 呼吁证券监管制度改革 他表示 中国的资本市场已有33年历史 但这是一个财富分配不公平 缺少正义的市场 A股长期在3000点左右徘徊 核心原因是 由于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 需要我们在证券监管制度上新的改革 在发表上述言论后 刘继鹏劝股民现在别入市的词条 一度登上微博热搜 引起热议 几天后 刘继鹏的抖音 微博 头条账号等多个平台的账户被关 12月24日 刘继鹏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声明 称他从2023年12月7日起 已不再担任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职务 温和的批评者 刘继鹏现年67岁 除在去年底前担任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外 他还曾任全国人大证券法 证券投资基金法 期货交易法起草小组成员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案首席专家 以及股份制和公司问题专家 主持过270多家企业的股感上市 公司战略 并购重组和投资方案设计 刘继鹏也是社交媒体的金融财经大V 其新浪微博账号有近52万粉丝 抖音账号拥有逾76万粉丝 今日头条账号拥有逾34万粉丝 刘继鹏被视为体制内温和的批评者 自去年7月份高层强调活跃资本市场以来 他多次为散户发声 受到了众多散户的支持 被认为敢于讲出些真话 也有自己的一套改良建议 去年10月他曾表示 股市起不来 关键在制度 他说 A股长期在3000点左右徘徊 核心原因是 由于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 需要我们在证券监管制度上新的改革 他还禁言道 如果股市在又一次跌破3000点的基础上 在下探 市场会非常被动 建议由央行自己 或通过汇金 中投等机构进行救市 就是资金的规模在4万亿之内可以行动 大V禁言 股市仍下行 去年12月11日至12日 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展开 提出要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 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除了刘继鹏外 多名财经大V的社交平台 也很快被禁止发言和关注 包括财经评论家水皮默 上海浦东工商联副主席 职业投资人财经博主洪荣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淡斌等等 刘继鹏遭全网禁言的消息 尤其引发大量网民讨论 许多网民认为 此举是典型的解决不了问题 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尽管一批有影响力的财经评论家被禁言 中国官媒上也畅想了中国经济光明论 但一个半月以来 反股市却跌跌不休 A股市场也整体下行 上证指数接连失手3000点和2900点关口 并两度跌破2800点 如今 刘继鹏的担心得到印证 他也登上新浪财经2023年度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经济学家排行榜 但讽刺的是 其新浪微博仍停留在2023年12月5日 他的抖音和今日头条账号迄今仍被禁止关注 综合报道 国际法院 以色列需避免加沙发生种族灭绝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针对南非指控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犯下种族灭绝罪 国际法院 ICJ周五 1月26日要求以色列必须采取立即有效措施 确保其军队活动不造成种族灭绝行为 并改善加沙巴勒斯坦人的人道主义状况 为裁决加沙是否发生种族灭绝 国际法院没有就南非提出的指控核心做出裁决 即加沙是否发生了种族灭绝 但承认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有权受到保护 免于受到种族灭绝行为的威胁 在激进伊斯兰武装分子哈马斯去年10月7日对以色列发动突袭后 以色列在加沙发动反击 以色列官员指出 约1200人在哈马斯袭击中丧生 大部分是平民 另有240人被扣为人质 哈马斯被以色列、美国、欧盟、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府列为恐怖组织 据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卫生当局称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经摧毁了加沙地带大部分地区 25000多名巴勒斯坦人因此丧命 以色列要求法院驳回此案 南非此前批评以色列的空中和地面进攻旨在摧毁加沙的居民 在将此案提交国际法院时 南非曾同时提出以色列应立即停止军事行动的要求 但未获国际法院批准 而以色列则要求法院直接驳回此案 称其遵守国际法且有权进行自卫 以色列最坚定的盟友美国反对南非提出的指控 而一些欧盟成员国和英国则拒绝支持南非的指控 虽然国际法院的裁决对所有各方都有约束力 但该司法机构没有强制执行这些裁决的机制 路透社等 瑞士办乌克兰问题峰会 无方邀习近平出席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近两周年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一位高级顾问透露 无方正在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瑞士举行的全球和平峰会 中国与俄罗斯关系密切 自2022年2月俄罗斯举兵入侵乌克兰以来 中方拒绝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为战争或入侵 也没有谴责俄罗斯 北京表示 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受到尊重 中国也表达过调解冲突的意愿 泽连斯基的高级顾问佐夫克瓦 埃尔索克文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 我们肯定在邀请中国参加峰会 而且是邀请最高级别 即中国国家主席参加会议 他还补充说 中国的出席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我们正在与中方合作 我们让世界上的合作伙伴参与进来 让他们向中方转达 参加这样的峰会有多么重要 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几周之前 普京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冬奥会 并同中方发表联合公告 宣布两国的有义无上限 此后 中国大幅增加了对俄罗斯能源的进口 中立国瑞士应泽连斯基的请求 同意主办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和平峰会 但日期和地点尚未确定 佐夫克瓦说 相关团队仍在研究细节 和平计划 佐夫克瓦还指出 超过80个国家的国安顾问 在瑞士的达沃斯 举行世界经济论坛的前夕召开开会 讨论乌克兰提出的 结束俄乌战争的十点和平计划 俄罗斯为受邀参加会议 并曾表示 乌克兰的十点计划将毫无结果 该提议的内容包括 恢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俄方撤军 确保粮食和能源安全 以及释放所有战俘 夫克瓦说 我们将在峰会上讨论 落实这一和平方案的路线图 去年基辅的反攻 未能在战场上取得突破后 西方盟国出现了厌战情绪 乌克兰正竭力维持 国际社会的支持 前线局势依然没有什么变化 而最近 加沙危机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基辅和莫斯科 就俄军机坠毁事件相互指责 俄罗斯和乌克兰 就俄罗斯军机坠毁事件 在联合国安理会相互指责 莫斯科声称 该飞机在俄罗斯别尔戈罗德 被无方击落 俄罗斯驻联合国副大使 波扬斯基Dmitry Polyansky说 我们目前掌握的所有信息都表明 我们面对的是一起有预谋 经过深思熟虑的犯罪 联合国安理会周四 1月25日 应俄罗斯的要求 召开紧急会议 双方都呼吁进行调查 俄罗斯称 飞机坠毁时 飞机上有65名要交换的乌克兰战俘 还有3名俄罗斯军人和6名机组人员 所有乘客全部遇难 波扬斯基指出 乌克兰高层对路线非常了解 知道士兵们将以何种方式 被运送到交换地点 乌克兰在联合国安理会上 否认了俄方的说法 乌克兰常驻联合国副代表 赫里斯蒂娜·哈约维新 克里斯蒂娜·黑尔维森 表示 乌克兰未被告知 被俄人员的数量 路线和运输方式 这就可能构成 俄罗斯故意危害被囚人员的生命和安全 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伍德 Robert A. Wood表示 俄罗斯一再试图推卸 对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悲剧的责任 好像它是受害者 而不是侵略方 路透社等 沙利文曼谷会晤王毅之时 解放军海空军在台湾周边 进行联合战备警循 美国之音中文网 台湾国防部星期五一二十六日表示 台湾军方当天下午 侦测到23架次的解放军各型战机 在台湾周边空域活动 其中13架次的战机 逾越了传统的台海中线 解放军战机 侵扰台湾周边空域之时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 捷克 沙利文、Jack Sullivan 正在泰国首都曼谷 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 开启为期两天的新一轮对话 这也是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赢得台湾1月13日大选后 美中首次高层会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星期五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 谈及王毅与沙利文的会晤时表示 王毅将就美中关系和台湾问题等 表明中方立场 汪文斌在前一天的记者会上 还曾指责华盛顿在台湾大选之后 采取了一系列消极言行 向台都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并要求美方停止给台海和平稳定制造麻烦 台湾国防部星期五晚间发布的新闻稿指出 台湾军方星期五下午陆续侦测到 包括苏-30、运巴以及无人机等多型战机出海活动 其中13架次的战机飞越台海中线及其延伸线 进入台湾中部、北部以及西南空域 并且与相关海域的解放军海军舰艇 执行海空联合战备进行任务 台海中线原为一条行之有年的两岸之间 非正式分界线 但是自从2022年8月初 美国众议院前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访问台湾 引发北京强烈不满和大规模军演之后 解放军机舰现在经常飞越台海中线 而且北京明确表示 两岸之间不存在一条海峡中线 台湾国防部表示 台湾军方运用联合勤奸针手段严密警戒 出动海空军任务舰机 并启动暗机导弹系统进行试气应处 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 北京的国防部没有对台湾国防部发布的新闻稿 做出立即的回应 不过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 在星期四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 曾经谈及解放军东部战区 近日在台湾周边海空域组织 进行例行性海空兵力联合战备警審 此举旨在进一步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 增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打仗能力 吴谦说 他还表示 解放军持续练兵备战 将常态化组织有关军事行动 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 逼迫甚至突破红线 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吴谦又说 北京当局一直声称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也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 最敏感的问题 近年来 美中关系急剧恶化 除了人权 经贸等问题上的纠纷外 在台湾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也是主因之一 乔·拜登 周拜登 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去年11月中 在旧金山必用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间隙 举行双边峰会 试图稳定双边关系 双方同意恢复高层交往和两军交流 以及联手打击芬太尼等毒品的蔓延 但是在台湾问题上仍然各说个话 没有交集 沙利文与王毅在曼谷的会谈 是拜习峰会后美中持续高层对话的一部分 而台湾问题也的确是双方会谈的一个重点 美国希望北京在台湾总统当选人赖清德 5月20日就职前三个多月的空窗期保持克制 避免台海出现危机 而北京则希望华盛顿约束赖清德的政治表态 同时避免向所谓的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赖清德因为曾经公开表示 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而一再遭到北京的抨击 但是他在竞选期间就曾表示 他当选总统之后不会宣布台独 而且在大选之夜发表圣选感言时 还表示愿意与北京在平等尊严和无预设立场的情况下进行对话 路透独家 中国调整立场 要求伊朗约束胡塞武装的行为 美国之音中文网 路透社周五1月26日发表一篇独家报道说 伊朗消息人士和了解内幕的一名外交官证实 中国官员已经向伊朗方面提出要求 希望德黑兰对野门胡塞武装袭击红海过往商船的行为进行约束 胡塞武装袭击红海航运通道给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引起全球高度关注 如果路透社的这个消息属实的话 这将意味着北京对胡塞武装的暧昧甚至袒护的立场已经开始变化 伊朗消息人士称 中国和伊朗最近分别在北京和德黑兰就胡塞武装攻击红海船只和中医双边贸易问题举行了会谈 但消息人士没有提供会谈的具体时间和参加会谈的有哪些人 路透社引用一名伊朗官员的话说 中国大致是说 如果我们的利益受到某种损害将会影响到我们与德黑兰的生意 所以请告诉胡塞方面要有所克制 去年10日7日 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 打死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平民1200人 并绑架了200多名人质 以色列军队随后向盘踞在加沙地区的哈马斯武装展开轻角行动 受到伊朗支持的野门胡塞武装 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武装骚扰红海运输航道的 胡塞武装声称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切断以色列的海上运输通道 支援哈马斯 红海航线承载着全球约15%的海上交通量 自11月中旬以来 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红海国际航道发动了至少34次袭击 并称他们正在声援加沙遭受以色列袭击的巴勒斯坦人 但美国官员表示 胡塞武装的许多袭击都针对的是与以色列无关的船只 迫使许多商船 包括中国的船只绕到好望角 大大增加了运输成本 给很多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贸易国的海上运输 也无可避免地因此遭受很大的损失 为维护红海国际航运 美国和英国在澳大利亚 巴林 加拿大和荷兰的支持下 近日对胡塞武装发动了多轮军事打击 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 来的少将本周二在评估这次打击的成效时表示 有包括导弹发射器 部署设施 以及导弹等超过50个目标被摧毁 胡塞武装攻击国际商船的能力已被削弱 路透社的报道说 有40伊朗消息人士表示 中方官员并没有就如果中国船只遭受胡塞攻击 将会对中医贸易关系造成什么影响 发表具体评论或者提出什么警告 报道说 过去十年来 中国一直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 但双边的贸易并不平衡 去年 伊朗出口的原油90%都去了中国 美国的制裁让伊朗失去了大部分客户 这给中国提供了以低于市场价很多的价格 购买伊朗原油的机会 伊朗消息人士说 北京向德黑兰表明 如果有任何跟中国有关的船只遭到攻击 或者中国的利益受到某种损害 中国会感到非常失望 一名伊朗官员表示 虽然中国对伊朗很重要 但德黑兰在加沙 黎巴嫩 叙利亚和伊拉克都有自己的代理人 在也门 也不只是胡塞武装这一支势力 伊朗的区域联盟和利益 都是德黑兰做决策的时候需要考虑的因素 彭博社说 伊朗将胡塞武装 加沙极端组织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 视为抵抗轴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周五在例行记者会上 回答有关中国和伊朗 就鸿海攻击事件进行会谈的问题时表示 鸿海水域是重要的国际货物和能源贸易通道 中方呼吁停止洗扰民用船只的行为 敦促有关方面 避免给鸿海紧张局势火上浇油 依法共同维护好鸿海水域的航道安全 汪文斌还表示 当务之急是尽快平息加沙战火 防止冲突进一步扩大 甚至失控 伊朗外交部还没有就此事发表评论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张军 1月10日呼吁胡塞武装停止攻击行动 周四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 在例行记者会上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吁 汪文斌说 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在曼谷会谈的时候 除了讨论台湾问题以外 还将讨论一些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 责论四方 小粉红四处声势 疑惑全球中国人 自由亚洲电台 小粉红在各国声势 已经成为近年网上最热门话题之一 上月有个叫由头四六分的网红 滋扰日本东京 一间叫中华西太后的中华料理餐厅 结果不单未令餐厅关门 还令餐厅变成反习圣地 英国钢琴家Brandon Cavanaugh日前 于伦敦St.Pancras火车站直播钢琴演奏 遭几名中国大外宣人士滋扰 这台钢琴是英国流行音乐巨星Elton John所捐赠 事件不单闹到 连英国电视台都得访问钢琴家 而中国小粉红滥用YouTube投诉机制 要求相关片段以及一名香港网民 在火车站弹奏 愿荣光归香港片段落架 更令人大开眼界 质疑谷歌是否因内部员工的政治立场 已经变成了另一个百度 当然 这些玻璃心行为只会令中国累积敌人 习近平进一步被嘲讽 成为国际笑柄 一手玻璃心 而闻名全世界的马来西亚歌手黄明志 今年贺岁哥又拿习近平来开玩笑 可以见到小粉红令习近平变成了流量密码 只不过 中国小粉红这种行为受害的 可不是只有习近平一个 如果日后 中国与西方兵戎相见 中国人遭到的待遇 比二次大战日裔美国人的待遇更糟糕 而且完全得不到任何民间奥援 这肯定是这堆小粉红搞出来 当然 二战期间 美国政府不分清红皂白 将大批日裔美国人送到集中营的行为 明显是错误 多年后 列根担任总统期间 亦正式道歉 有不少日裔美国人 在欧洲战场为自由世界捐躯 他们以生命证明 他们对自由世界的爱 当时有这样离谱政策的背景 相比起德裔美国人就明白 德裔美国人并非没有受过不公待遇 因为盟军有不少高级将领 本身就是德裔背景 最有名例子就是 当时盟军在欧洲的最高指挥官 美国的第34任总统 埃森豪威尔 Bright Eisenhower 德裔美国人在一战和二战期间 大部分一早就公开支持美国与德国开战 一战过后 德裔人甚至大部分放弃使用德语 因为他们有很多是1848年革命失败后流亡的人 以及后代 他们一早就对由普鲁士王国发展出来的独裁体系 恨之入骨 在南北战争时 有不少德裔美国人参与北方联邦阵营 就是因为他们抱持强烈自由民主信念 而日裔人士来到美国 并无这个争取自由和革命的背景 因此 日裔美国人遇到情况差得多 其实与血统上歧视非完全相关 有部分日裔美国人 有遇上珊奇离子两个祖国小说之中所描述的认同困境 但更有相当部分一早已经拒绝效忠天皇 而是以美国人为荣 只不过 现在海外的中国人 很明显是另一回事 现实海外的中国人 可以公然持了西方国家护照后 却继续帮中国共产党四处破坏自由民主制度 甚至中华西太后 钢琴家Brandon Kavanaugh这些 本来不理中国政治的平民都惨受滋扰 更不要说其他香港人了 请问 一旦中国和西方冲突时 怎可以相信 这些小粉红不会对西方做出破坏行为 而且这些小粉红不是一个半个 而是相当突变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当中美关系出现二次大战日美关系一样的情况时 民意会要求政府做出怎样的反应 在珊奇离子笔下 都有美国人无法认同对日裔美国人的政策 但如果出现在未来美中冲突时 会是怎样的光景 不敢想象 而且西方国民在经历近几年的变化后 会慢慢懂分辨台湾人 香港人和中国人 台裔和港裔大部分支持民主自由信念 他们会成为西方体系理所当然的一员 毕竟美国 英国 法国等西方国家 已经是胜血统的人都有的国家 但如果中国人不再阻止小粉红乱搞 以及中国统战部门的诱惑 一旦西方与中国脱钩或冲突加深时 在海外人及中国大陆那些人 将要还那些小粉红为一己之私乱搞的债 黄世泽 以上评论纯属作者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